针对中共十八大开幕 新唐人昨晚直播评论节目 邀请多位专家 从中国内外矛盾升级 观察中共政局困境 专家表示 接任的洗礼体制 如果继续掩盖江西血债帮政敌的迫害罪证 中国任何改革都是空谈 新唐人美中关键时刻 未来趋势新视野特别节目 专家平息中共十八大 先从洗礼体制必须面对的 迫害人民血债谈起 对内要处理政敌 对外有国际人权形象的问题 如果他要接班的话 然后等到这个证据一旦出炉之后 你说他能够不面对吗 那他到底要做江泽民的替罪羊 继续臣服在过去13年来 有这样子一个残酷手段的 那么巨大的一个责任 整个国家机器被用来 迫害法轮功和活灾器官的事情 美国政府知道 中共会不知道吗 所以今天谈什么接班 谈什么政治改革 你活灾器官的事情不停止 不严惩的话 你谈什么政治改革 从王立军向美方供出资料 薄熙来倒台后 中共政坛几度不平静 十八大日期一言再言 维稳高压手段也令国际瞠目 还有什么计程车 公交车 他的这个后手把都要被拆掉 因为怕有人这个抛船单 中共做这些举动 他到底是怕什么 怕的不是外国的政客 他们怕的是中国人民 那么为什么怕中国人民 因为共产党从总体上讲 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 重重反人类罪行的一个血债集团 我亲历过六四了 现在我感觉到 再爆发一次像当年六四那样的 全民反抗 以及像现在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 这种人民的全民大起义 这样的一个社会因素 在中国正在迅速的成熟中 十八大前 宁波上万居民进行环保抗议 专家说 这代表中产阶层百姓的自觉 外界必须认清中国局势 台湾的朝野的政党应该要思考是说 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只关注到中共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 因为在中共之外 中国的人民本身在想什么 才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就是不要让两岸关系 被捆绑在国共 他们的两党的关系里面 更不要民进党也要 重复到后尘 把两岸关系由共产党 他一党来统治 这是很不治的行为 胡文十年落幕 洗礼体制怎么走 新唐人持续带全球华人 剖析中共十八大 找出中国变局的关键 新唐人亚特电视 台湾台北报导